近几年随着智能家电的盛行 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懒 懒得拖地 所以有了扫拖智能机器人 懒得拉窗帘 所以有了电动窗帘盒 懒得洗碗 于是有了洗碗机 甚至因为懒得做饭 外卖行业近些年混得也是风生水起 可以说懒是人的天性 适当的懒惰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些懒人的存在 我们的生活才更加便捷 然而有的人们的存在 别人的懒真的就是懒得动 比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被称为世界第一懒人也毫不为过 因为他竟然把自己活活懒死了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世界第一懒人的生活 在1986年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随着一声哭闹声 一个婴儿骨骨坠定 由于家里世代单传 父母将全部的爱都给了他 他们还为孩子起名为养锁 希望能将他一直锁在身边 而养锁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养锁的家庭并不富裕 但夫妻俩对这个儿子却极尽宠爱 会满足他的一切需求 真是做到了一来伸手 翻来掌口的程度 甚至很多时候 养锁想要自己活动活动 都会被父母拒绝 他就这样被父母当成巨婴 一直抚养 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养锁的生活状态 也都劝过其父母 不要这样对孩子 这对孩子成长没好处 然而父母却不以为然 甚至在养锁四岁 重打五十斤时 他的父母依旧不舍得他下地走路 每天都是抱着他 久而久之 乡亲们也不再劝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养锁的个头日渐增高 父母也实在抱不动他了 一般人想着 现在总要让他学走路了吧 可这对父母偏不 为此 他们还专门做了扁担 把养锁放在箱里 挑着出门 这画面也成为了村里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小时候的养锁非常聪明 儿哥一学就会 玩陀螺 打纸板等游戏 也从来不输给其他小朋友 这让父母倍感骄傲 逢人就夸 孩子以后一定有出息 虽然家里没啥钱 但是在所有方面 养锁的父母都会满足他一切要求 有一次父亲在家中陪客人吃饭 养锁非要向母亲要烤鸡腿 母亲说 你不是吃了一个呢 家里已经没了 而他又去拉丑父亲的衣袖 哭闹着喊还要吃鸡腿 让父亲快去给他买鸡腿去 父亲见不得宝贝疙瘩哭 二话不说 立马骑上自行车去乡里买 留下一脸惊讶的客人 独自感叹 除此之外 养锁的父亲 每天还会给他买两个猪油膜 这在当时的乡下 可是非常奢侈的 可养锁吃腻后也不懂珍惜 吃一口就扔掉 对此 村里的小朋友 经常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喊 小养锁 小养锁 浪费粮食太可惜 怎能这样吃东西 大家不要向他学 转眼间 养锁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 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杨德龙 寓意是自己要像龙一样腾飞 可见小养锁 本身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在家里懒散惯了 忽然被人管教 依旧很难适应 在学校的时候 养锁既不愿意做作业 也不愿意参加劳动 为此老师还善意的鼓励他 脑袋瓜很聪明 但是要勤快一点 按时完成作业 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此 杨索毫不领情 反而回家就向父母告状 于是每次父母都会跑到学校找老师理论 为什么说他儿子又懒又笨 杨索的学习不好 但书包却永远是全班同学里最大的 因为每天他的书包里 都被父母塞得满满的零食 而杨索在学校与其他同学产生矛盾 父母总是护着儿子 不去指征孩子的错误 有了父母的保护 杨索更加肆无忌惮 慢慢的 杨索的父母也成了学校的常客 老师叹气表示 子不教 父之果 这么惯着孩子以后会吃大亏的 可杨索父母同样当了耳旁风 无奈之下 老师没有办法再管教杨索了 在父母的刻意纵容下 原本粗命伶俐的杨索 学业逐渐荒废 初中就出了学在家 并没有像龙一样飞起来 其实杨索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懒 起初他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但当他拿起扫帚想要扫地时 父母会立马夺过扫帚 让他到一边玩去 这种又脏又累的活 不用他干 久而久之 一次次尝试被拒绝后 杨索再也不主动帮忙了 他也开始认为 自己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天又不测风云 杨索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几年 到了他13岁时 家里就发生了重大变故 那一年杨索的父亲患上了肝癌 尽管耗尽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甚至借了一屁股外债 病魔仍然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 老家的亲戚们纷纷劝杨索说 现在他爸爸走了 作为家里的男子汉 杨索要帮助母亲分担一些家务 也要开始懂事起来了 然而早已经过惯了 甩手掌柜的杨索 只是低头不语 不为所动 往后的生活里 他依旧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 好吃懒做 好心的村民们又开始劝诫杨索的母亲 不能再这么惯着孩子了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个事 然而母亲依旧不听劝 他认为孩子已经没了父亲 特别可怜 自己作为他唯一的亲人 更要把他保护好 所以更是什么活都不用杨索干了 加倍宠着他 杨索的母亲总以为自己能照顾儿子一辈子 所以无论是家务活还是农活 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一直没有让他学习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但是没过几年 母亲也因为积劳成疾 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天 母亲实在太累了 希望杨索能去地里出出草 而杨索则是一脸不情愿 也不愿去 母亲边哭边拍大腿 唠叨懒惰的儿子 杨索听烦了 甚至对母亲动起了手 后来杨索的母亲因操劳过度 一头栽倒在河边 离开了人世 这一年杨索18岁 失去双亲的杨索什么都不会 个人生活也不会料理 于是他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 每天吃吃睡睡 日复一日 等钱花完了 他便到村里讨饭吃 堂哥看他可怜 便有心照料他 为他推荐了镇上的一处建筑工地 让他去打点零工 挣口饭钱 但是杨索嫌工地上太热 说啥也不肯干 趁着午休时间又偷偷留回家去 后来好心的村民又为他推荐了一个 县里酒店的餐厅服务员的工作 然而杨索到了那里 依旧是什么都不干 天天就是躲在厨房 偷吃偷喝 每两天就被炒了鱿鱼 之后堂哥又为他介绍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杨索依旧如同往常一样啥都不干 每两天 保安队长就给堂哥打电话 让把这个祖宗领回去 回到家后的杨索 也再没有了工作的想法 每天就是在村里晃悠 挨家挨户的讨饭吃 而吃饱了饭 他就开始睡觉 有时候甚至能连睡两天 等到饿得实在受不了时 再出门继续讨饭 有时候讨不到饭 就捡别人扔掉的烂苹果凑合吃了 杨索同样也懒得修边幅 日复一日的生活 让他有了一头飘逸的长发 因为不剪指甲不洗澡 他的指甲缝里都是黑泥 整个人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臭味 而他衣服自然也不会洗 这件脏了就换一件穿 过几天再把之前丢到一边的衣服 接着船 原本白白净净的一个大小伙 逐渐变成街边流浪汉的模样 村里的大人小孩看见他 也都躲得远远的 但是脏归脏 杨索终归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善良的村民看他可怜 也会给他送来一些菜米肉等食物 但是杨索觉得做饭又累又烦 所以他把村民的好意扔到一边 任由他放臭生虫也不动一下 渐渐的村民们也不再管这个大少爷了 后来的杨索干脆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天天就宅在家里 躺着等堂哥送饭吃 天冷时 他甚至懒得出去上厕所 直接在堂屋方便 结束后用土仪盖完事 虽然觉得冷 但他不愿意出去找柴火生活 而是把身边的衣服 被褥 桌子等能烧的东西都烧掉来取暖 终于杨索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了单 在2009年的一个寒冬 杨索的堂哥照常提着饭 拿着被子去看望自己懒惰的弟弟 然而当他打开门时 却看到身体僵硬的杨索 蜷缩着身子躺在冰冷的炕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 那一年杨索仅仅23岁 这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小伙子 活生生将自己揽去西天 一个原本充满笑声的三口之家 如今却成了莫大的悲哀 杨索父母的教育观 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基本的底线和原则 他们在孩子本应该参加 力所能及的劳动时 全权待劳 长期的溺爱让杨索失去了 正常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可以说杨索的一生是被他们亲手剥夺的 使其堕入深渊 如果杨索的父母得知儿子是这种结局 他们还会不会设下这个温柔的陷阱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在日常生活中 人是应该懒一点好 还是勤宽一点好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